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看這樣簡單的,不要看太多 有四個點 它們分布在空間,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這個是Q1,Q2,Q3,Q4 這個距離叫R12,這個是R13 這個是R24,R34 這個距離就是R123 這個距離就是R23 修這個系統的距離,一群點點說 你現在怎麼做? 怎麼用剛剛那個系統? 剛剛那只有兩個,對不對? 現在就是說,原先呢 這四個點點和鼻子都相距無限遠 相距無限遠就是說 它們之間的cooling force 可以忽略不起,沒有力 原先是各個互相沒有來往 也就是說沒有相互作原力 現在我們呢,用YD 把第一個電荷先放到這裡來 從無限遠的地方把它推到這裡來 因為這裡原先沒有電荷 原先並沒有二、三、四 我把這個電荷從無限遠把它拿到這裡來 不要做工 不要做工 因為沒有其他的電荷 所以這個時候 心拿過來 這次做的工是零 零 然後我就把它固定在這裡 固定好以後呢 我們再把第二個char 從無限遠的地方移到這裡來 這次你要做工了 因為這裡已經有一個Q1 Q1對Q2會有一種排斥力 你就必須克服這個排斥力 再把這個電荷 Q2推過來 就等於兩個電荷 兩個電荷 W2 這個時候就是 4 π y0 乘上 R1 R1 1 2 然後呢 R1 2 好 我們寫Q1 乘上 我看看 要怎麼寫 我把Q1先提出來 Q1提出來 Q1提出來 我們就這麼寫好了 我們就這麼寫好了 或者我們再加 再加一部 我把這個 Q1拿出來 乘上 4 不是 我把Q2 拿出來 4 4 4 1 0 分子 Q1 R1 2 這個等於說 Q1在這裡產生的電位 是這麼多 這個電位跟Q2沒有關係 我把Q2從無限能的地方移到這裡來 它的功就是Q2成這個 好 現在移好以後啊 我就把Q2也固定在這裡 現在有兩個電客固定了 我再拿第三個電客 從無限能的地方把第三個電客移到這裡來 那麼 我現在這個做工要克服兩個電客 Q3 好 在這個位置呢 有兩種電位 一個是由Q1產生的 它的距離是這個 一個呢 所以 4 4 5 1 0 Q2 2 3 好 那麼 我再把Q3也固定在這裡 現在有三個電客固定在這裡 我再把第四個電客 從無限能移過來 你就必須克服這三個電客 對它的作用力所做的功 好 好 那麼 那麼 好 第一個 好 再加上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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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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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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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疊加性,就是一句principle of children's position 我們現在把它加起來 你看我們先加第一個 0,然後這個,然後這個,然後再這個 它就變成四拍Y0 我把四拍Y0提出來 大家都有,然後把這個Q1提出來 底頭就變成 R12分子Q2 然後再加上R13分子Q3 再加上R14分子Q4 然後再加這兩項 這兩項呢,它是等於我們再加 這個,這個叫這個 Q2提出來 所以它裡頭呢是 R23分子Q3 再加上Q4 R24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再加上Q3 R34分子Q4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樣子的 你看 Q1 先是Q1 先是Q1 然後呢,這邊是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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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這個可以從小的到大的 不過這個,這個應該比它大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Sigma QI I呢,等於E,一直叫N 然後呢,在層上 J J呢,要大於I 然後到N 然後這個就是等於QJ R,I,J 可以寫成這樣子的 寫成這樣子 他就說,I呢,從1開始 然後先變J J變完了 然後I變成2 再變J 不過J一定要大於I 多個電荷,點電荷在一起 電人是這麼帥 另外,像這種電人呢 我們還可以這樣子做 比如說 我如果 是把Q4先拿過來 這三個還在無限遠 我要把Q4拿過來 那Q4呢 那Q4呢 做得更大於I 然後我再拿Q3過來 它再固定在這裡 然後再把Q2拿過來 結果 它這個 跟這個東西啊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 也就是說 原先 原先呢 這個是 零項 它變成四項 這個 原來是一項的 它就變成三項 它就變成兩項的 變成兩項 變成一項 然後這個變成零項 一樣的 把它加起來 那就兩倍了 兩倍的話 就是說 這裡都每一項 每一項 都可以對調 那也就是說 有R12就有R21 有Q1、Q2 它就有Q2、Q1 有Q2、Q1 但是我們是 兩次加在一起 所以它總能量應該要除2 我們或者可以把它寫成 Total 如果 要等於 這個 除2的話 就是 8 π 1 0 然後這個地方是 I 等於 1到 N 然後這個地方呢 也是 J 等於 1到 N 不過 J 不得等於 I 沒有R11 沒有R22 沒有R33 沒有R44 有R34 也有R43 就是沒有R33 沒有R44 這樣子 把它加起來 QI QI QJ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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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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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7 R4 R6 R6 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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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IJ 可以写成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就发现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一下呢? 这一下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典殿荷 假如有一群典殿荷分布在这里 I从1到J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RI 那J就是RJ 比如说,这1,这2,R2,R3,R4,R5 那IJ呢? 这是I,对不对? 你看,IJ就是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这个距离,跟这个距离 那这个正好是什么? 或者你把四块一中间都写到这点来 这就是电位 就说,这一点以外的其他的点变荷 它是在这一点产生的potential 它是potential 所以,它可以看成是 比如说,这QI 乘上其他个别在这里产生的potential 再加上Q2 乘上其他个别在这里产生的potential 再整个把它加起来 OK? 加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就写成 2分之1 这个还是I等于1到N 1到N 好,N就是等于sigma 我们可以写成QI 然后这个就是V 我们写成这个V 写成V V的话就是 我看看这样怎么写 这边又是I又是J 很麻烦 VRI就是说 其他的点在RI这一点产生的电位 因为这个会变嘛 RI会变嘛 对不对? 一下在这里,一下在这里 这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这一点的电荷 乘上所有其他电荷在这里产生电位 再乘上这个电荷 加上这个电荷乘上其他的电荷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这个就是总能量 这两种情形 你可以等于有三种形态 这个,这个,跟这个 不过这个比较普遍用法 如果是连续的怎么办呢? 它不是这个一个一个的分散的 它是连续的电荷 那么这个系统 这是TAU 这里头的电荷呢 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仿照那个 比如说我在这里取一个 DTAU 体积基数 乘上这个地方的ROW 它就会变成一个电荷基数 电荷基数就可以看成是 看成是这个电荷了 这个位置 所有其他的电荷 这个以外的电荷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是V的话呢? 它应该就是 它的DW 就应该是等于二分之一 V乘DQ OK? 那么 整个的这个 W1 我写W1 电荷 它就等于二分之一 V乘DQ DQ又可以写成ROWDTAU 所以它就变成ROWDVDTAU 能量就是这个东西 它要集什么? 整个的这个体积 所有的电荷都要集起来 那现在我们 看一看 那我们看这个 高斯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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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1 要等于ROWDTAU ROWD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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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0 乘上Divergent1 把这个带到 能量里面去 这个带到这个里头来 那么 我们可以得 这样的解 Electric Energy 要等于二分之一 ROWDTAU 就写成这个了 我们把Y0 提出来 Y0 提出来 里头呢 就变成Divergent1 乘上V 乘DTAU G 全部的体积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看一个 很等式 由向量很等式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 Operator 它就是向量 有向量的性质 又有微分的性质 所以这两个都是变数 我先把一个当常数 另外一个呢 当变数 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V当常数 它Operator Operator 在这里 那就是 Divergent1 然后再把E当常数 GradionV V没有Divergent1 电场才有 这样子 而我们这个式子正好是这个 对不对 正好是这个 所以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V把它写成DivergentV乘3 1 减掉GradionV.E 那么 FuGradionV等于电场 等于电场 所以 这一下 它就变成 1 1 1到1 1等于什么 1平方 等于1平方 所以 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所以 静电力 它要等于2分之1 1 1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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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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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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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電能,我說全部的空間都算, 那就把這個體積擴大成無限大, 體積如果變成無限大, 對於理智或任意一點來說, 這個面一定在無限遠,對不對? Surface在無限遠。 所以我們將這個套擴大指導, 包含所有空間, 則W1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2分之1的y0, 這個是V1.da, 包含所有空間, 那它這個體積就是所有空間了, S, OK? 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寫成, 2分之1, y0, 1平方, V2.da, 這裡寫一個無窮大, 無窮大就表示說, 你這個體積啊, 涵蓋所有的空間, all space的意思, 有時候它不寫無窮大, 是在那裡寫一個all space, 所有所有的空間, 變成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看這一項, 現在的面叫無限遠喔, 對裡頭任何一點來講, 這個空間來講, 比如說, 有一個面, 是爆發所有的空間, 像這個宇宙, 全宇宙, 你在地球上看這個空間, 這個, 它的邊界在哪裡啊, 一定無限遠, 對不對? 無限遠, 好, 那我們就發現呢, 這個時候啊, 因為V, 任何一點的V, 這個是指面上的V, 面上的V, 而你的電荷, 只是分布在這裡而已喔, 但是這個, 我把這個面, 擴張到無限遠, 所以, 無限遠的地方, 根據這個電荷, 所產生的電位, 它看這些電荷, 就等於點電荷嘛, 而且你在這裡看北極星啊, 這就是一個point, 一個point都一樣, 對不對? 那它就跟點電荷的一次方的, 距離的一次方乘反比, 電荷呢, 跟R的平方乘反比, 那這兩下相乘就是跟R的三次方乘反比, 那你乘上這個表面的面積, 而S呢, 它是跟R的平方乘正比, 你看, 這兩個層起來, 分母的order比較大一次, 所以比較大一次, 因此我們說這個, 因此這個, 這個氣氛, 就趨於零了, OK? 我們說這個整個氣氛, 居於零了, 因爲, 我們說當, 當R approach infinity, 那麼這個氣氛就是零了, 那, 這個就剩下這一項, 就剩下這一項, 因此, 當你擴積到全部的space的時候呢, 好, 那麼, 它的電能, 它就可以寫成二分之一, ipsum zero, 第一套, 不過, 你這裏一定要答個這個符號, 因爲, 你如果不是包含所有的空間, 它還有一項, 它是兩項, 包含所有空間, 這一項才是兩, 好, 才是兩, OK? 這個就是, 電能, 那麼, 我們另這個, 這個, 我們稱它叫做, 電能密度, 電能密度, 這個叫做, 電能密度, Electric energy density, 它的單位呢, Jour per meter cube, 電能密度, 所以, 我們有一種, 總算電能的方法, 就是, 電能, 等於, 電能密度, 那這個, 那這個, 就是, 二分之一, Epsilon zero, 一平方的地方, 好, 這個是, 連續分布電核, 的電能, 因為, 電能, 不服從, 不服從, Principal of Superposition, 它不服從, 它不服從, 疊加定律, 原則, 不服從, 疊加原則, 比如說,我們這裡有一個位置,有兩個代電體 它在這個地方產生的電場是E1 它在這裡產生的電場,假定是E2 這個地方的核電場 Total就是E1 plusE2 電場抖身是服從別家原則,但是能量不服從 P點的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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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用這個 它是等於 2分之1 E0 Etotal Square 稱第一套 就是這個 Etotal Etotal 它是等於 Etotal Dot Etotal 1 1 1 加1 2 乘Dotal 乘Dotal 你把這個乘出來的話 乘出來的話 它是等於 2分之1 E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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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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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並不是這一項加這一項 它有一個這一項 這一項可以說是一種交互的能量 兩個系統 在這裡的一個交互的能量 現在我們舉例來說明怎樣求 用這個來求電能 比如說我們現在 這裡頭有Q的電荷分布在這裡面 均勻全部求這個系統的電能 這裡有很多種方法 我們就用這種方法做看看 這是連續分布的電荷 連續分布電荷 它要求電能的話呢 我們先用這個 記住啊,你這個一定要寫喔 你這個無限大的符號一定要寫喔 或者你寫字也可以 O space 你在這個地方寫一個小小的O space 也可以 因為你不寫這個的話 電能有兩項 你寫這個它才只有一項 好 你要用這個 當然你要知道 電場的值啊 電場呢 因為它是有對稱性的分布 求重對稱的分布 我們可以用高斯定律求電人啊 求電場啊 所以由高斯定律 我們做過了 我就不再做了 我就直接把這個結果寫出來 就是等於 這個等於 4π ε0 r 平方分子q r univactor r大於等於大r 它要等於 4π ε0 rq q 小r 好 現在你 電場有了對不對 看 O space 現在這個球啊 把space分成兩部分 一個就是球內 一個是球外 到0到大r是球內 從大r到無限遠 是屬於球外 去那邊還要求什麼 還要取低套 取低套 這個時候低套 我們當然 用球作標那樣取法也可以 那個一積分計出來 還是這個東西 因為它這個 面是對稱的 所以我們 我們取 體積的 體積激素 怎麼取面積激素 如何取長度激素 你一定要自己去練習 要不然你題目 拿到題目 無從下手 你沒辦法下手 就說這個 是阿爾 這個 是 低阿爾 那這個 就是低套 低套 我們現在取低套 我們現在取低套 等於四拍 八二平方 第二 你這根要寫出來 你做題目 你取低套 一定要寫出來 而且它畫出來 以後做題目 一定要畫圖 你沒有圖的話 看不懂 那現在就把這個 代入 電能 電能 它就分成兩部分 分成兩部分 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 是裡頭的 裡頭的話呢 我們就把 這一個 寫出來 R DR from 0 to R 裡頭 還有二分之 一分之 沒有寫 不要這麼寫 這樣寫會漏掉 乖乖地這麼寫 一平方 就不會漏掉 三次方 分之 Q R 平方 乘上這個 四拍 R平方 BR R呢 從0到 R 四拍 也這麼寫 就不會漏掉 這個平方 知道嗎 然後再加上外面的 二分之一 然後 一遍 一遍 會被漏掉 肌 我要蠻子 做了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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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遍 一遍 這裏 y0,平方跟这里约到一个,所以它还有一个失败y0,乘到这个,就是八分之一。 我们先过来,八πy0就等于八πy0r6次方。 r6次方,q平方,到里头,r四次方,r四次方,r四次方,这个从1到r。 这一项也是一样,四πy0,约到一个还有一个,那也是八π。 我们先过来,八πy0分之q平方。 分母里面的,这里有一个r,不是,这不是r,这是小r平方,写成大r平方。 四次方,跟平方约到是一个平方。 五倍的r五次方,所以这就变成五八二十,r五次方跟它约掉了。 后面这个呢,五千大就是约掉了,就变成八π。 这两个通分,通分四十。 四十就是一,分子是一,这个分子是五,就是六。 四十分之六,就变成二十分之三。 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做,这有很多方法。 例如說,你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法來抓 Rode V Decor 用這個來抓 這個時候你就看你走進去 這個V要怎麼做,你們自己去想想看 還有方法,這可能是你們的細題 有多種方法,你會去自己思考一下